你到底去過大陸沒有 沒有 有沒有大陸朋友 我跟你講啦 在這裡面我要正搞不定的事情 姐忙得很 你忙什麼 你不是來玩的嗎 玩個屁啊 誰有任務的 台灣男孩遇見大陸女孩 火花果真很另類 服務員 三兩餃子 要多少 三兩 再兩顆大蒜 我們這裡的水餃 是一顆一顆賣的 看清楚再點好不好 小姐 其實到現在她還是聽不懂 那個就是 在水餃地裡面不是有講那個 大陸人嗎 我們對大陸人的尊稱嘛 對啊 是什麼 大陸人尊稱是什麼 死呀啦 到現在我嚇壞了 你知道嗎 死呀啦 這個我很出動 劇組講的最多是 抱歉 抱歉 或是什麼抱歉 抱歉 然後還說 就是不好意思 我現在知道 後來之後我也會講 抱歉 抱歉 其實她還會講蠻多台語 你可以秀幾句台語 髒話 小姐 大陸人 大陸人 什麼意思 笨蛋 很帥的意思 對 恰伯伯 恰伯伯有什麼意思啊 很漂亮的意思 恰伯伯 那好像是台灣觀眾看電影 笑得最開心的一部分 我自己當時演的時候 我也不太 不是那麼清楚 但我覺得 為什麼我每講一次 他們都笑得要死 恰伯伯 不錯 有進步 再一次 恰伯伯 太棒了 這對草食男和超沙女的冤家組合 到底還有什麼報效遭遇呢 中正經典堂那一段 其實也是很瘋狂的一段 我們唱的歌其實都是很現場 很… 怎麼講 很即興的想唱這首歌就唱 在中正經典堂唱 我還北京天安門 然後還參加比賽 我就想起來這首歌 說可以用在這上面 她就一直用那種槍 她的那種口吻 在那邊大吼大叫 我那時候真的很急 我真的很想把她拉走 因為全部現場拿著那個刺槍在那邊 我真的把她拉走不是在演 今年入圍台北電影節 由易志炎監製的新片 對面女孩殺過來 在充滿爆笑的互動中 也找到這段旅程的意義 你是台灣幫奶奶找人 幫我奶奶找初戀情人 那簡單啊 你把電話跟地址給我 我幫你找 沒有電話沒有地址 就是希望能夠用 各個不同的程光來表達 各種 有可能發生在台灣的家庭的面向 小姐 你們要找人 對對 找人喔 我們要找的成光先生 請問他在家嗎 幫人公公的 他大聲的 臭音樂 就這樣在循循秘密中 影迷跟著兩人腳步 發覺每個家庭的愛或 遺憾 也讓他們找回缺失的自己 滿滿的台灣味 加入新鮮題材 如此貼近我們生活的電影 才是最能深刻感動的小品 搞屁事喔